超市買來的餅乾上面寫著 加量50% 黃底紅字的抖大字眼 讓人感覺買到賺到 但沒想到翻到背面 竟然什麼都沒有 所謂的餅乾增量 增加的只有紙盒 讓民眾忍不住飆罵 而實際來到超市 加上餅乾琳瑯滿目 果然找到了這款 加量不加價的餅乾 它這裡面怎麼沒有啊 空的 騙人啊 不是說增量50%嗎 本來以為撿到便宜了 民眾沒好氣的說 根本被行銷手法騙了 但其實仔細看 餅乾分成一大一小盒 大盒的八包小盒的四包 就是所謂的加量50% 而為了補足長度 業者特地做了空心盒 卻讓消費者感覺被耍了 從這個看來 他說有加量50% 他也確實有送50% 那這個應該沒有牽涉到 不死或者是炸吸的問題 實際檢視蘇打餅乾內容物 確實加量不加價 但多出的小空盒引發爭議 瞬間討論度飆高 讓人猛一看 還真的覺得被坑了 記者林中正劉一璇桃園報道